小辰 你不能这么做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看你出了公司 我放心就跟过来了 这位先生马上就要手术了 请你在外面等一下 小辰 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想清楚 别做让自己忽悔的事情啊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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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考虑得很清楚了 我现在是个成年人 我自己要做什么事情 我自己能决定 你们快推我进去 等一下 小辰 你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不告诉你事情啊 因为我知道 你是真心爱在身后的 现在你们不得已分开 你不能因为一时冲突 打掉你们的孩子 你就知不知道啊 这位先生 请问您是他的亲人吗 不是 你是他现在的男朋友吗 不是 你是他体内受精卵的 精子提供者吗 通俗地说 你是他孩子的父亲吗 不是 不是 那么抱歉 既然你无法为他负任何责任 恐怕也无权干涉他的决定 麻烦在外面投资 没有任何责任 lagi 你还是要参加 您在家中是太夭了 吧 对 scholarships 对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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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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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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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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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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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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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对孩子成长非常不利 我的人生怎么那么难啊 你早晚会知道 长的是磨难 短的才是人生 所以这就是我的人生 我必须要独自去面对这些 我现在有一个办法 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什么办法 就是我跟你 结婚 这个孩子所有的问题 都不会再是问题 你也可以告诉你妈 这个孩子是我的 陈志愿 你疯了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就当我有病吧 不是 为什么呢 你要钱有钱 要事业有事业 要相貌有相貌 只要你说一句你想结婚 应该大把的姑娘 想追着你来吧 你为什么要找我呢 那只是一种形式 你可以当作是一种交易 交易 那交易也是要在双方 都有利可图的情况下 才能正常进行吧 我在这个婚姻中 我能得到好处 那你呢 你能得到什么 好 那我就来说说 我们彼此之间 获得的好处 首先你需要婚姻 来养育这个孩子 对不对 你要给你妈 给你的亲人一个交代 算是解决了你眼前 最急迫的问题 而我 我也需要婚姻 来给我的家人 给我的亲人 一个交代 让他们不用再 为我的婚姻而操心 我也可以安心地 继续做我的事业 所以我觉得 我跟你结婚 是一件双赢的事情 你的理由 虽然听上去都很有道理 但是我认为还是不可取 你我非亲非故的 你为什么要帮我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对不起 喂 妈 杨晓晨 我现在在车站 你立刻来接我 怎么了 我妈来了 她在车站 你现在过去不太合适吧 你妈现在在气头上 你还怀着孕 这万一真的要动几手来 这样吧 我先让老李 接你妈去我家 为什么要去你家呀 你跟你妈现在最好 不要单独见面 有我这个外人在 你妈多少也会顾及一些 但是我总得自己 去面对这些问题吧 我现在是在 为你肚子里面的孩子考虑 程总 辛苦了 老李 阿姨 请进 妈 房子挺大呀 你的 你够有钱的啊 叶小晨 你本事够大的 知道磅大款了 我跟你爸爸这一辈子 本本分分的 怎么有你这么个女儿啊 我没有嘛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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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们个脸 都丢尽了你啊 真的呀 你撒手 妈 我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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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沈猴怎么说啊 你不是因为包当快把他甩了吗 你告诉我 这肚子里的孩子谁的 说 妈 有本事做不敢认识是吗 你跟我说这到底是谁的 阿姨 这孩子是我的 不是妈 你听我解释 这怎么回事啊 你们这到底做的是什么事情啊 妈 我都 妈妈 我都没脸 严志强 你怎么养出这么个闺女 我说不让你上上海 不让你上上海 上上海你就学这个呀你 你听我说 不要脸哪你啊 我都觉得没脸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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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妈 我没有你这么个女儿 我不是你妈 妈 你听我说 这孩子不是她的 这孩子是 不是 阿姨 这孩子就是我的 刚才小程跟我支气呢 所以才说这孩子不是我的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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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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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小程有男朋友 你为什么要这么车 都在眼睛 我见到了 老师 你这两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现在这怎么办呢 阿姨 您放心 我一定会跟小晨结婚的 我会对她负责到底 给她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 我是真心爱她的 阿姨 真是忽了呀 真是 看来现在只能这样了 可是 你大好的条件 你怎么就甘心被我这么耽误啊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现在也不着急结婚 你也没耽误我什么 我只是在我空闲的时间里面 帮了你有小忙 结婚对你来说 就只是个小忙啊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怕没有绝对的好 也没有绝对的坏 既然事情就发生了 那我们就坦然面对 不过来 如果你遇到了你喜欢的人 一定要告诉我 一定要告诉我 我们就马上离婚 好 我答应你 等过了这关 将来的事情我们将来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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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关系 就这么拍吧 好 来 一 二 这不会是假症吧 妈 您放心 这肯定是真的 我下午就回去了 程志愿 光领了证是不够的 你们两个做出这样的事 丢尽了我们老颜家的脸面 怎么挽回 还要看婚礼怎么办 妈 您放心 我一定会让小陈 风风光光地嫁过来的 等婚礼的事准备好了 我们就回去接您 结婚请柬就这么发了 你真不打算做点什么了 你觉得我能做点什么呀 乔鱼 你住学一下 我有话要说 乔鱼 你住学一下 不再是太累了 我要去欧洲 机票和酒店都订好了 你什么都不用说 我一定要走 不过没说我不放人 你确实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我让开心 不管你修多长时间的假 都是带新的 程总真慷慨 那我不客气了 对了 程总 抽红把你们家密码所的密码 换一下吧 万一 万一哪天我喝多了酒 再去你们家 成太太该误会了 我上车路已经改了 我上车路已经改了 乔总 扔到好看吗 C妮姐 跟我没关系 我上车路已经改了 都不过了 自己不可能 你行银路了 些警察就乔achte 265 也不会带来 你自己赶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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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就是要来跟你解释这个事情 我和陈总是假结婚 因为我怀了沈侯的孩子 但是 我和他现在不能在一起 所以陈总就帮我 隐瞒这个事实 用婚姻帮你 这个其中有太多事情 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你解释 但是我和他真的就是假结婚 我俩不掺杂任何感情 你没有掺杂感情 不代表他没有掺杂感情 等我渡过这一关 我会第一时间跟他离婚的 什么时候 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我无话可说 请你出去吧 对不起 你的婚礼我是不会去的 我无法给你们祝福 这也没什么好祝福的 以上 我是不会去的 我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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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现在我们开始 我与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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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